寶貝 麻煩 蔡少芬生完小孩沒奈 張進就開工工作 她坦然心掛掛 很想快點回家 生到第三個 照顧寶貝就應該得心應手 但怕不怕小孩爭重呢? 其實是一樣的 我發覺我和太太在這方面 都要特別去注意 就算我生第二個 都不要冷落第一個 好像現在一樣 都不要因為第三個出生之後 就冷落了前面兩個 我覺得是要特別留意這一點 其實初頭的時候 媽媽說過 媽媽的肚子越來越大 可能就不可以 爬到你的床上和你睡 第二個女兒就好像有點失落 但後面就發覺 這個情緒不對 其實不是因為有第三個寶寶 令媽媽不可以睡 是因為媽媽的身體辛苦 所以後面就變了和她溝通的方式 她現在就不會因為弟弟出來 令到她覺得失落 現在她兩個姐姐就反而很射弟弟 我猜不到 大女我就猜到 因為大女一向都很大姐姐 但她的兒女都很意外 她好像更疼人家多過姐姐 她一回來就要抱 一回來就要抱 這樣 可能會當她是一個公仔 鄧麗欣最近和王子情侶檔拍廣告 還說要閃亮亮過聖誕 真的想閃死單身狗嗎 我其實都不明白為什麼 大家會覺得是我們放閃 明明是一個工作 又不是我們去安排那些鏡頭的 所以不是刻意說要放閃 只不過是一個很特別的第二次合作 其實是挺緊張的 不是很習慣這個模式 因為我們沒試過一起工作 所以那天一起拍攝大家工作人員 身邊的人看著我們的眼光 令我們不太自在 所以是有點不習慣 但我們也不會排斥的 如果再有合作 如果是好的我們也會繼續考慮